这次疫情考验我们基层的治理体系、治理能力水平 进一步凸显我们的街道、社区、乡镇、村 基层组织的作用 疫情防控主要靠两个 一个就是一线救治、医护人员的作用 一个就是封控社区、乡镇这个作用 发挥得很好 看看我们在基层治理方面 有哪些成绩可以总结、巩固提高 还有哪些不足需要完善